大家好 我是蔡律师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留学美国增加工作签证和绿卡批准机会的方法 那我们知道呢 现在有几十万中国留学生在美国 是吧 从统计上来说呢 这些人里面能够顺利取得工作签证和绿卡的呢 还只是一小部分啊 所以呢 这也是大家经常一个焦虑的一个地方啊 或者是面对的一个障碍 坦率的说从经济形势上来说 在中国嘛现在每年有上千万的大学毕业生 考研究生的只有好几百万 首先呢 那你要想办法要上岸考研考工啊 找到一个好的工作 然后呢 还面临有很高的这个房价收入比这方面 所以呢 别的不谈 从经济角度来说啊 从事业发展角度 想要留学美国 然后呢 在美国取得高薪工作 定居生活的人还是很多的 但是呢 另一方面啊 这个像小马过河 有这各种传说 这个不是说完全没有道理 但是呢 也有捕风捉影 夸张的地方 那你作为个人 假如说 你现在是一个高中生 大学生 或者他们的家长 或者在美国的留学生 那么说我怎么样增加工作签证 以及绿卡批准的机会呢 有的东西呢 我们不能够改变 但是呢 我们可以设法呢 准备的更好 然后我们在这里呢 分享一些可以能够增加工作机会和绿卡批准机会的办法 那么具体来说呢 我认为啊 申请人如果说呢 你现在在美国本科或者读硕士 那么可以争取呢 发表一些论文 不一定要顶刊对吧 其他的一些一般的期刊 或者美国境外的期刊也算数 会议也可以 那我们知道比如计算机领域 就有很多的会议论文 这个更新速度也比较快 周期也短 那么计算机领域会议论文一般也都很重要啊 得到重视 从这方面来说 那你在上学期间 可以考虑争取 做一些这方面的研究 发表一些 包括期刊论文 包括原创文章 包括综述文章 包括会议论文 取得有一些引用 那么就可以 那你如果读博士学位 当然这是一个机会 但是呢 读博士的毕竟是少数啊 那么如果说你有硕士学位 或者本科学位 也都可以 我们写过这方面的文章 也有这样的案例 跟大家分享过 我们律所的客户 包括我自己 也都是原来在没有graduate degree的时候 就申请了 叫NIW 然后取得了批准 比如我们有的客户 是中国医学本科毕业的 到美国呢 就算是MD equivalent 实验室里面做technician技术员 但是也是相当于和博士后类似的 那么他虽然只有本科学历 但是呢 在实验室还可以发挂名的文章 然后呢 就取得了NIW的批准 然后我们也有更多的客户 是在美国读硕士期间 发表了一些文章 取得了一些引用 比如说认识有一位人 他这个发表的基因组的文章 有500个人共同署名 500个人共同署名的文章很好啊 因为被引用的次数也很多 大家有包括自引就上千次 就像这样呢 挂名的文章 也可以帮助他取得了NIW的批准 虽然他自己呢 在实验室里是做IT工作的 那有更多的人呢 你在上学期间 大家知道呢 现在有的时候工作不那么容易着 那怎么办呢 你还是可以在读书期间 或者毕业以后 设法发表若干篇论文 可以办NIW 实际上呢 我们最近也收到很多 来自IT大公司的inquiry 我们有一些申请人呢 毕业以后 取得高薪工作 在大公司工作 即使他个人比较幸运 没有被layoff影响到 但是像Facebook Intel 其他的这个Twitter 等等这些公司 即使没有影响到你 因为公司有layoff的历史 那么很多时候 就难以再给申请人来办poor 这个劳工部DOL的人也不傻 对不对 那他们你要论证说 我这个工作找不到合适的美国人来做 那你也要有一个度 对吧 那如果说太stretch了 也难以得到批准 有的时候也有更多的人 遇到了audit 或者perm denial 在这以前也有一些人 比如说公司因为 曾经layoff 他就现在不给人办perm申请 或者论资排备要等很多年 那么这样的申请人回头想到 哎呀 我现在是不是能办NIW啊 或者我当初如果办了就好了 对吧 或者这样我换工作也就不受影响 那你在上学的时候 就可以先规划好 哪怕在读硕士 我们的客户读IT专业的 环境专业的 生物专业的 化学专业的 有理工科的 也有文科的 像这样的都可以啊 在上学期间做这个研究工作啊 那这个不但有利于 说做了这个project找工作 另一方面呢 也可以是先安排上 NIW绿卡申请 这样呢就处于主动的位置啊 哪怕你中间要短时间离开美国 要换工作啊 换身份都不影响 那么NIW我们都知道有这个排期啊 是吧 那我要等这几年 这过程中 我怎么解决身份问题啊 Again呢 就像我们前面讲到我们这个题目 增加工作签证 合律卡批准机会 如果你曾经有研究经历 不管是理科的 工科的 文科的 等等 艺术类的 曾经有这些方面 那有论文啊 作品啊 发表 有引用 有媒体报道 或者有其他的 能够办NIW 那么很多时候呢 你也可以办O1签证 我们也有专门的视频 讲到O1和NIW结合 解决绿卡身份和签证问题 你毕业了以后 在等待排期的时候 除了H1B抽签 你还可以考虑申请O1签证 根据移民局公布的统计数字 O1的批准率还是比较高的 超过90% 像前面提到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有博士学位 我们律所自己的同事 我们也给办理过 有硕士学位 也就可以取得O1的批准 然后我们的客户也有像这样的 所以总之呢 如果你现在正在留学期间 或者在考虑留学 或者你是这样学生的家长 你刚毕业不久 都是除了你H1B和Prom以外 还可以考虑办O1签证和NIW 但是要提前规划 不可能说我想要几篇论文 我今天想明天就要 那不可能 对不对 你要提前怎么也有这么几个月的周期 所以你在有时间的时候 Instead of每天焦虑的看各种新闻 是吧 来琢磨 可以退而接往 自己来更好的准备自己的条件 其实呢这个门槛并不难 对吧 我自己呢 申请NIW的时候只有本科学位 有若干篇论文 当时也没有什么人以用 也没做过审稿工作 博士也还没有毕业 在毕业前我申请NIW 也都顺利取得了批准 所以呢 这个可以是另一个办法 那么如果你正在留学 考虑留学 或者说考虑解决工作问题 身份问题 签证问题 旅卡问题 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可以提供更详细的建议 咨询 或者帮助你来办理NIWO1 以及其他的绿卡和签证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讲到的就是 留学美国怎样增加签证和绿卡 批准机会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